这个男人也太牛逼了 仅凭手掌制造出的真空 就能将抵挡核弹的钢化锅里拍出个大洞 预警连忙拔枪对准了男人 可男人却丝毫不慌 一记手刀就将他轻松解决 然后瞬间来到另一个人的身后 对着他的耳朵轻轻一吹 与此同时 在东京的一所高校内 老师拿着粉笔写字的手开始不停地颤抖 不只是他 全班所有同学都有这种惶恐不安的感觉 但只有一人除外 那就是我们的男主 号称地表最强高中生的任牙 同一时间 一辆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停在了学校的门口 从中下来的正是全东京最大的 地下格斗竞技场的掌门人德川光成 办公室内校长一脸谄媚地拍着德川的马屁 可殊不知德川真正要找的人 竟是刚刚转校过来的插声任牙 在见到了任牙后 德川拿出了一块足以将学校诈评的TNT战斗 在一百年前消化甘油还是无法固化的液体 直到有一天全球的消化甘油都结晶成了固体 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共识性 而就在前几天这种共识性的现象再次出现 在美国的一所海上监狱内 一个身高三米体重超过200公斤的状态 即将被处以绞刑 在行刑前神父问他还有什么遗言 却没想到多利安只是微微一笑 神父见状连忙开始下令行刑 随着机关被拉动多利安被吊在半空 这种状态足足持续了20分钟后 直到多利安彻底失去了意识 预警才叫来法医 然而就在法医对其进行检查时 必变突生 已经停止呼吸的多利安突然睁大双眼 然后整个人就如同炮弹一样将守卫解决 不愧是罪凶死刑犯 杀人甚至都不需要出手 剩余的几人被当场吓尿 只见多利安猛的用力 将束缚身体的枷锁称获 随后露出了他那害人的肌肉惊人 此刻迎接狱警们的就只剩下死亡 当狱警再次打开牢门时 眼前的一幕直接把他当场吓尿 只见所有的狱警和法医都被串成了遗传 而多利安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监狱的警报瞬间响起 而多利安已经在游往东京的路上 听完德川的话 刃牙感到十分的震惊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英国的卡奇欧斯监狱内 犯人独尔即将被处理电刑 点狱长疯狂嘲讽独尔 在他看来独尔已经是只待在的羔羊 当十万伏特的电压通过人体 电流会在瞬间击穿他的大脑 随着点狱长的一声令下 狱警按下了开关 十万伏特的电流瞬间就贯穿了独尔的身体 他全身抽搐 口吐白沫 头顶冒烟 不出半分钟的时间就失去了生命迹象 然而正当点狱长上前查看独尔的情况时 一变突生 只见独尔挣脱束缚 瞬间来到两名狱警的身后 还未等对方反应过来就将其脑袋拍笔 点狱长被吓得瑟瑟发抖 刚要拔枪射击 却被独尔一击飞拳直击面门 事实证明七步之内还是全快 在轻松解决狱警后 独尔也乘坐着四人飞机前往东京 同一时间死球西克尔 也从俄罗斯的导弹监狱内跃雨 而最后一个号称东勇怪哥的斯别克 也从水深200米处的核潜艇监狱 向海面疯狂游去 上岸后的他仅用两分半 就将所有海岸警卫队员解决 五大死球同时前往东京寻求败北的滋味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号称地表最强高中生的犯马任牙